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杜哥去旅行 我现在内蒙古乌兰塔布杏河县 今天带大家逛一下内蒙古的农村 这是村里喂的一头奶牛,看一看,正在吃草呢 我这前方是进村里的一条主路 我现在准备带大家进去,到村里边去逛一下 这全都是土路,连水泥路都没有修 这就是内蒙古的农村 这前方有一户村民,正在收庄稼了 看一看收的什么东西,带大家过去看一看,有没有认识的 有没有认识这种庄稼的,看一看 这就是内蒙古正在收庄稼的 我看的很像芝麻,我感觉不像 看一看,有没有认识的 今天内蒙古的风太大了,呼呼的北风,能不能听到 听说这种庄稼只有内蒙古有,其他地方没有 是不是真的,可以下方评论 感觉比芝麻大了很多 叫红蛮是不是,红蛮 听这里的村民说叫红蛮,有没有知道的,可以下方评论 我现在走到村头上来了,我现在带大家进去详细的逛一下 这就是内蒙古乌兰塔布,信河县这边的农村 全都是土路,从这里进去就到村里面了 这就是村里的一户人家,每家每户都是一个大院子 感觉比南方的农村宅地地大了一半也得多 这村里面全都是土路 也没有修柏油路,也没有修水泥路 看一看,我在想下雨的时候他们怎么出门呀 这就是村里面,内蒙古乌兰塔布这边的农村 我现在走到村里十字路口了,我在这里给大家环视一周 看看内蒙古这边的农村 这全都是土路 我在想为什么不修水泥路啊 这下雨天怎么出门呀 我带大家继续往里走,继续参观内蒙古的农村 前面还有一头奶牛,这就是村里喂的奶牛 看一看 这个村里全都是这种路,全都是土路 你们这的农村都是这种路啊 哦,你们这个大堆是这种土路啊 那要是下雨天怎么出门啊 看看,这就是一户人家 看看,这就是一户人家 这里的农村全都是小瓦房 这个村里电汉杆也是木头的 看一看 抄家村啊 哦,抄家村 哦,这就是你们吹的里面 我的天哪,这环境这么差 哎呦,天哪 这就是吹的里面,看一看 全都是土路 要下雨就不能走了 天哪 听这里的吹鸣说下雨就不能出门了 这就是内蒙古乌兰茶部杏河县 这边的农村 我现在走到村头上来了 这村头上,我天哪 我拿了一双白鹅要咬人啊 看一下,这是村里喂的一只白鹅 不让我走了,不让我过去 是不是要留下买路钱才能让过啊 这是什么原因啊 天哪,这个路不让走啊 上面有一条白鹅在看门啊 在看路啊 天哪 看来不留下买路钱 这条白鹅肯定不让我过去 就是这户人家喂的白鹅 看一看 专门在眉口看家呢 陌生人来了一顿不让过 我现在走到村的外面来了 刚才一只白鹅看着路不让我走 后来我只能转路过来的 看一看 我这前面喂了很多绵羊 这就是村里的人喂的绵羊 这就是内蒙古乌兰茶部杏河县 这边的农村 我这正对面还有一个村庄 能不能看到 这就是内蒙古的农村 家家都是小网房 这前方停了很多大货车 都在这等着拉土豆拉洋葱的 好吧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吧 结束了 拜拜 拜拜